大家好,我是阿末 今天帶大家去參觀一下 胡志明這邊的一個粉紅教堂 現在要過馬路到對面去 好亂啊這個 這個交通太亂了 這邊摩托車又多 越南這邊最多的就是摩托車 你在燕河一個十字路口的時候 等紅綠燈的時候都可以看到 至少300輛的摩托車 剛才下雨現在太陽又出來了 哇太陽好猛 到了就是前面這裡 粉紅大教堂 其實它是耶穌聖心堂 是因為它的外表太粉紅了 所以人家叫它粉紅大教堂 想要拍它的傳景好難啊 要要到等一下要拍傳景 要到這條馬路的對面去拍才可以 現在在這裡拍不了傳景 只能這樣子仰著頭觀看 很多人來這裡拍照 大部分是中國人 就是因為這個顏色太粉紅了 所以才那麼多人過來拍照 但是它這裡是封閉了 是不給進去的 只能在這個門口這裡 就是拍一下它的外觀 它這裡是不能進去的 那邊有個門口有人在那裡收著 它這裡來看一下它那裡貼的是什麼 都是越南人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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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些女孩子喜歡到這裡來拍照 都是一些女孩子喜歡到這裡來拍照 是不會走它 都是不得 不明顯是不會多太見到 我還不要敗 看見,別給走 这个是他开放那个参观的时间 来到这里不能进去 这个后面应该可以进去参观的 但是没看到有人进去过 大家都是在门口这里拍拍照片而已 现在出去我们到马路对面去拍一下他的传景 然后就过了 哎呀好大 这里有这里有斑马店 从这里过去对面 好大 好危险啊 这里购马路太危险了 你看这些车 没有红绿灯 就只有一个班马 现在这里 要拍这个教堂的传景 就只能到这个马路 对面这里来拍了 但是现在这里太阳好晒 要蹲下来才能拍得到 门口那里停了两辆那个 停了两辆那个迪士在那里 挡住了 就这样子要用那个广角镜头 然后还要蹲下来 才能拍得到他的全景 用手机的话也很难拍得到 手机竖屏的话应该可以 太阳好晒啊 好了给大家看一下这里就行了 太晒了要准备回去 这里太多车了 现在准备回去了 现在准备回去了 真的是太热了 站住了 太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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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看到 太阳了 太阳了 来 好了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